女宇航员返回地球却被当成精神病对待 丈夫甚至要打电话让人把她带走治疗 情急之下安娜一把推倒了丈夫 当她上前查看丈夫却生死不知 可当听到丈夫没挂断的电话里传来马上过来的声音 安娜顿时大惊 连忙拨打了救护车电话后 她一把拉开柜门找到爱躲在柜子里的奇怪女儿 随即她隐瞒了丈夫被自己推倒的事 接着连忙收拾东西带着这个世界的奇怪女儿离开 当在路上看到救护车过来安娜终于放心 可是下一刻她却来到了宇航局 一切怪异的事情都和自己逃生返回前从没听过的冷原子试验有关 于是她直接进入老白的办公室 她试图找到一些答案 可是却发现都是A级机密文件 于是她直接打开机器从里面取走了冷原子试验仪器 而后小心翼翼装到包里 而后她立刻开车离开 而另一边主导冷原子试验的亨利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可是她一听却愤怒地让这道声音滚开 而后她决定泡个早冷静下 可是下一刻亨利的房门却忽然被敲响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匕首让对方抱上名来 紧接着她一把打开门 可是却错愕地发现外面竟然空无一人 而就在她看不到的背后 镜子中却出现一道诡异的人影 可是等巴德关上房门一转身 那道人影却再次消失不见 而就在第二天白姐突然给亨利打去电话 她问亨利有没有吃药 接着她不等亨利回答就说 这一届的诺贝尔奖得主不是她 可是她却想起了亨利 接着她说量子力学的关键点 在于允许两个或者更多粒子存在于纠缠态中 而在纠缠态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发生变化 会决定另一个粒子的状态 不管相距多远 可是亨利一听眼前却奇异地陷入一阵炫痕 白姐接着说的话她再也听不到 接着她似乎想起了自身遇到的情况 缓缓放下了手机 而与此同时安娜已经带着女儿来到边境 可是临走前她还是给曾经的同事伊利亚打去电话 因为她想知道和自己同在太空站坐视的伊利亚吃的是什么药 吃下的是和自己一样的维生素B 还是和大多数宇航员一样的维生素 伊利亚拿起药瓶告诉她自己写的是维生素 而安娜却说出令伊利亚猛逼的事情 他们一同返航的宇航员吃的都是维生素 而自己拿的药物只是维生素B 而那却是抗抑郁症的药 而根据自己去看过的精神医生的说法 自己患上了应急疮伤 她给自己开了抗抑郁症药 却和新城基地给自己的一模一样 伊利亚试图说外观和气味一模一样 不能证明什么 可是安娜却说自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接着自己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分析成分 结果他们的成分一样都是锂七 自己没搞错 伊利亚也陷入了深深的疑惑 为什么新城给安娜开这种药物 安娜却说自己得到了自己在外太空期间 有一段自己以为信号中断的录音 那是自己单独在国际空间站时候说的 前天丹麦海军天文台录下后发给了自己 而这也证明新城基地也明明能听到 可是他们却装作不知道 伊利亚连忙说自己返航后也在场 确实信号中断了 安娜却说那他们为什么给我服用礼片 与此同事海关警员前来检查 安娜马上中断了通话 此刻不知道事情有没有暴露的她紧张至极 直到警员到前面看到了安娜车上的冷原子实验一起 什么是 眼睛 为什么 眼睛不是罚的吗 我认识没有 好在有惊无险 警员一走 安娜连忙就要把自己听到的录音打开 可是女儿的声音忽然响起 安娜似乎察觉到什么连忙中断了放录音的举动 而后她告诉伊利亚 不如把她的维生素为药剂也测试一下 而后告诉自己结果 与此同时老白发现机器发出警报 立刻打开冷原子实验一起 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 老白顿时脸都要气歪了 她连忙给白姐再次打去电话请求帮助 同时另一个叫巴德的老白回到了位于加州洛杉矶的家 她给自己所谓的女儿打去电话 说想和女儿一起庆祝感恩节 顺便问问你妈妈怎么花卖掉那辆庞迪亚克后换来的钱 却不料正在洗手试图冷静下的亨利脑海中同时想起那段话语 亨利当即愣住 随即在玻璃上写下一排自己 别烦我 而当另一边巴德走到浴室时 却发现镜子上同时出现亨利写的话 无疑他们此刻处于双量子纠缠态 而安娜此刻已经带着女儿渡过边境 她突然问女儿为什么现在喜欢躲在柜子里 因为她认为这可能是人在害怕时才有的行为 丽丝却忽然再次沉默了 安娜接着说昨晚你说看到了我的葬礼 还看到了我的同事老黑 你还说过以为我死了 你是真的看到了那个场景吗 女儿却忽然说出一个名字 安娜顿时好奇这个所谓的眼儿是谁 她又做了什么吓到了你 丽丝说眼儿会骗自己 她骗我躲起来不让我玩耍 可是当安娜再次追问眼儿是什么 丽丝却说她是个梦 于是安娜让丽丝把那个话出来给自己看看 而后安娜想起什么告诉丽丝自己去打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却是打给了寄给自己那份磁带的丹麦天文台的劳伦斯 她连忙自我介绍身份是收到磁带的宇航员 可是劳伦斯一听是宇航员 却顿时精神紧动的问安娜想干什么 安娜说自己收到一些卡带 而现在自己正在去她家的路上 劳伦斯却气急败坏的说 即使你收到卡带 那也可能是自己姐姐寄过去的而不是自己 与此同时电话那头一道女生传来 电话就此被挂断 可是挂断电话后 安娜却意识到什么搜索劳伦斯姐弟 却在新闻上发现劳伦斯和姐姐杰拉 曾因违反禁令被判刑六个月 而理由却是伪造卡带 安娜顿时气急 到底是谁骗了自己 是宇航局还是杰拉姐弟 好半天后她才缓过来 而后她给马格斯打去电话试图看看情况 清醒过来的马格斯却说 她必须带着女儿回来 与此同时 安德烈已开除安娜威胁拿过电话 她刚刚强调安娜必须听指挥必须回来 可是女儿丽丝却在此刻走来 而她手中却拿来了自己画出的那个朋友眼 安娜顿时猛掉 而后她马上拿起电话问安德烈 为什么新城给自己开精神病药 自己在新城听证会上 刚说自己看到了太空的尸体 安德烈就马上来问自己吃药没有 所以安德烈必定知道那是什么药物 眼见安德烈绕弯不回答 于是安娜告诉马格斯等自己回来后再说 与此同时同事伊利亚则拿到了自己药物的测试结果 结果显示确实是维生素 接着她来到俄罗斯新城宇航局的档案室内 试图查阅和安娜有关的医疗档案 工作人员虽然口中答应 可是离开的她却马上拿起手机打去一个神秘电话 回来后她却告诉伊利亚 她要找的关于安娜的医疗文档已经不在了 显然这是被人销毁了 可就在伊利亚疑惑不解释 听闻消息的白姐却找到了伊利亚 她问伊利亚为什么要找这些档案 接着她告诉伊利亚 安娜在家里袭击了自己的丈夫 而后带着自己的孩子不见了 甚至她还从科研基地偷走了一台实验设备 她要求伊利亚一旦得知安娜的消息 就立刻告诉自己 而安娜这边也没有回去 而是一路来到劳伦斯家里 却不料他们刚刚出现就已经被劳伦斯姐弟监视 当安娜来到了丹麦天文台敲门说出来 可是监视器里面的劳伦斯却传来拒绝见面的话语 与此同时姐姐杰拉出现在大门前 安娜连忙介绍自己的来意 她想知道他们姐弟到底录到了什么信息 她想听完整的磁带 女人似乎明白什么直接走来给他们打开了门 可是就在走入房间时 楼上的劳伦斯却在楼梯口再次大吼着赶快报警 她说安娜是个危机演员 而她会把我们再次抓走 杰拉却说她80岁的弟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不用在意 而他们也有好多年没看到过宇航员了 可是自己的梦想却是前往外太空 安娜连忙告诉她来意 自己在太空看到了一个尸体 就是她撞到了空间站 可是没人想让自己说出实话 甚至有人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而你寄给我的卡带中似乎证明了尸体的事情 一个是一个女宇航员失踪 一个则是我在外太空说的话 而这些话只有你们听到了 杰拉却转头告诉她这些话是她的弟弟听到的 完全能确定你说你在太空站看到尸体的事情 安娜却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切 杰拉却说那些磁带被他们称为幽灵卡带 与此同时老头连忙走下来告诉姐姐不许提这些东西 如果他们当时乖乖闭嘴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 杰拉却告诉弟弟说他们也没多就好活了 接着他告诉安娜 1949年他们的父亲给他们钱买了一台监听器 而在战争过后也有很多东西被拍卖 尤其是监听设备应有尽有 在那个年代全世界应该只有六到七个人在做这些事 而劳伦斯却接话说 他们的任务就是自行记录外太空的录音 他们曾经记录了斯普特尼卫星以及那个叫莱卡的小狗 与此同时利斯看到了他们星辰的照片 杰拉说这是他们曾经被邀请去参观时候拍的 可是下一刻安娜却看到了亨利的照片 劳伦斯确定的说这老头在1982年就来过自己的天文台 可是他却是来他们这里要卡带的 他们闹得很不愉快 安娜却意识到亨利当时肯定是来要自己当时乘坐的阿波罗18号的录音磁带 如果自己没记错阿波罗18号在外太空发生过意外 而亨利是唯一的幸存者 可是自从他回来后就性情大变 他上太空以前不光酗酒而且人生一塌糊涂 跟他现在简直判若两人 可是杰拉却连忙让安娜小声点 一纸楼上说安娜想要知道更多他们必须出海才能谈 只有出海才能听到幽灵卡带 可是就在离开时候丽丝却看到了桌上的手机 于是他随手装入兜里 接着杰拉从柜子里拿出一摞卡带告诉他们 这些都是外太空的幽灵卡带 而另一边已经清醒的马格斯准备报警 可是安德烈却告诉他这绝对会演变成大新闻 到时候安娜会失去工作甚至身败名利 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接着他告诉马格斯有些宇航员回到地球后确实会发生改变 不过我们要试着接受他们 马格斯这才勉强同意 而在出海的路上杰拉告诉安娜 曾经苏联有一个里炮7号的小型太空站 可是里面的三个宇航员却看到太空梭被一个橘色球体围绕 而那个光球长达十分钟才散去 他们认为那个光球就像天使一样 当十天后另外三个宇航员加入 结果六个宇航员都看到了 劳伦斯说这是事实 自己的录音文稿已经证明这件事 甚至上了新闻 当局也展开了正式调查 而自己也认为那可能真的是天使 可是最后却似乎不了了之 安娜试图告诉利斯那可能只是鬼故事 可是杰拉却反驳 你说在太空看到尸体不也是一样吗 而她甚至在太空听到狗吠 甚至自己录音中的许多出现异常的宇航员 在返回地球后都似乎发疯了 接着在船上她告诉安娜 在阿波罗18号之前 他们曾经也以为是静电声 可是后来他们通过学习辨别声音的技术发现了异常 接着杰拉告诉她 接下来的话和录音给到离海岸8公里的预线空间去听 那是一个处于两欲之间的地方